目前定竞会已经是领先了41分 台面还有5颗红球 好 这颗红球打劲以后 看一下先调一颗篮球 把篮球归位 这样看一下啊 左上方顶带的这颗 不是太难 中高竿退一裤下篮 没有避开绿球 这就麻烦了 不好接了 咖啡球薄 左上方顶带 没薄劲 面薄劲48分的领先优势 台面还有51分 打进咖啡就超分了呀 差一点点 挺可惜的啊 小特先来防守一个 但是这群小特想要追分不太好追的 首先现在定竞会的手感热起来了 其实小特的压力也不小是吧 就三分的发挥空间啊 必须围着黑球或者粉球来吃 天竞会也是聪明啊 先把红球打死一颗 至少你没有机会一杆去清台了 小特及时再给他解活 三颗红球都能看到 好 直接把母球成底了 先把最右边的这颗红球打跑 母球继续成底 导播给了一个四库沉底的一个线路啊 因为回顶的话上半区有一颗 它不太好 不太安全 哎呦 这个力度肯定是下不来了 糟糕了 回顶也没回太好 左上方顶太露球 好 红球薄劲 吃库 两库 三库 下来接到黑球 黑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直接蹬起来 没有可以到边库的这一颗 下一根就不好接了 只能去打长台啊 篮球右边的这一颗 好球 够准的这么远的长台 空心入带 小特的长台 观赏性极强 嗯 黑球打进 最后一颗红球 能不能可以到 贴住了 贴住了 而且还不能打 形成贴球以后 你不能打贴着的这一颗 直接防 好球 坐上一杆 四孟克 抬高杆尾扎杆来解 好球 解到 继续来做 借助黄球 篮球挡住了 一库来解 哎呦 这一杆解漏了 糟糕了 这种球形给到小特 他甚至说 有机会一杆去翻盘的 毕竟现在分数还够 看看咖啡啊 咖啡可能会是一个转折点 嗯 先打一颗黑球 黑球打进 直接两库蹬起来 黄球流再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黄球打进 哎 看绿球离得太近了 这颗有难度了 哇 好球 好球 绿球打进 咖啡球也叫到了 厉害 这个状态就有点猛了 啊 丁九辉 这就危险了 咖啡球打进 剩下的三颗就不难了呀 哎 看母球的一个走位 篮球需要拼一干 有悬念 哎 没打进 哇 这是要晕带 我的天哪 运气这个牢牢眷顾 小特啊 晕带都晕进了 这绝对是一颗运气球 这绝对是一颗运气球 粉球也能保 嗯 粉球打进 黑球的一个校围 哎 阴沟里翻船了 哈哈 最后一刻啊 这个黑球 自己给自己设了点难度 这个是小特的哥哥 看下这颗黑球 要中带 它是非常难的 因为贴的太近了 角度也是留的够大 吃带脚 哎 好 没打劲啊 黑球 那还有悬念 说实话 最后一颗黑球 救了帝尼辉的命啊 当然这颗不能打 先防一手 等着对手去犯错误 这个时候 相信小特的这个新潮 一定是澎湃的 不冷静的 他继续保持那种准度 谁也没办法 等着小特去犯错误 他肯定是要拼的 这个时候手感正热 加上刚才打丢那一干 不甘心 我 没上当 防守 防守漏球了 这是送给丁净会一个赢下比赛的机会了 吃我一仰 顶住呼吸 好球 黑球打进 丁净会拿下这局 7比7 非常的好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